今天的发现科学专题 带您看看地球周围的垃圾问题 根据美国太空总署的估计 环绕地球的太空碎片数量 已经达到了临界点 这些太空垃圾大大小小加起来 高达上亿个 再不处理的话 可能会威胁到太空人的安全 也会影响到卫星通讯的品质 那到底这些碎片是什么呢 又应该如何清理 一块来了解 从外太空看向地球 水蓝色的美丽星球 外围被密密麻麻的白点重重包围 这些并非点点繁星 而是太空碎片 火箭送人造卫星上去的时候 它在比如说火箭第一节 第二节第三节 或跟那个所谓的仇宅 分离的时候 有很多那个小的螺丝钉 都会飞出去一起飞 那些东西就会变成太空碎片 就不会掉下来 到地球800公里去 这是人造卫星最多的地方 也是碎片最多的地方都在哪里 火箭参与燃料爆炸而产生的碎片 废弃卫星 及留在轨道上的老旧火箭 都是太空碎片的主要来源 根据美国NASA统计 太空中有约2.7万个 直径超过10公分的太空碎片 鉴于1到10公分的太空碎片 约50万个 这个尺寸的太空碎片最危险 因为它不容易被察觉 又能穿透太空舱的防护系统 0.1至0.9公分的碎屑 残漆片等更高达1亿个左右 可能越来越逼近太空容纳的临界点 太空碎片最先 为什么会最研究 当然就是因为美国要保护所谓的太空人 撞到他们的所谓太空衣 或者所有的东西 让里面的所谓卫生装备弄坏掉 太空人就会有死亡的危险 很多碎片最怕的是 大科的人造卫星相撞 这样子就会产生很多碎片 比现在上去的都还多 太空科技越来越热门 各国都想要发射卫星上去 但碎片问题若没有妥善处理 太空可用空间恐怕会越来越少 甚至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碰撞反应 产生更多碎片 导致近地太空被垃圾给堵塞 因此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太空委员会 已经发布减少太空碎片和保护卫星的准则 但其实现在还没有方法可以清除太空碎片 在2007年吧 他们就是为了要尝试用摧毁的方式 把一个他们失效的人造卫星把它打掉 结果打掉之后反而产生了更多的太空垃圾 所以这个是大家知道应该是不大可行的方法 比较大型的卫星才会有办法 所以我到我觉得它要结束了 它的生命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卫星让它往地面来掉 那其他的话它当然还是会慢慢掉下来 但是通常它会需要很长的时间 几年之内太空碎片可能还不会造成太严重的问题 但时间一拉长 十年二十年过去 当宇宙满布太空碎片 不只是太空人也会影响人类的生活 所有太空垃圾它飞行的速度都很快 每个小时两万公里的速度这样在绕 撞击多的时候你就几乎是没有办法维持你卫星正常的运作 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东西都是依靠卫星 比如说GPS 比如说这个通讯卫星 那这些然后气象卫星 这些都是会跟我们的日常生活蛮有关系的 在人类热衷太空探索之际 太空污染成为几首课题 各国也着手研发清除太空碎片的技术 毕竟谁也不愿意看见宇宙被太空垃圾给填满 导致数以千计的卫星再也无法运行